今日财经快报 美联储提出宽松版银行资本改革方案华尔街大行有望显著减负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 美联储向其他美国监管机构出示了一份长达三页的文件 以阐述对银行资本改革方案的潜在改动 这番调整将显著减轻华尔街银行的负担 杜邦水务部门吸引潜在买家兴趣 据知情人士透露 美国化工集团杜邦计划分拆的水处理业务 正吸引潜在行业买家的收购兴趣 据知情人士透露 Zylam Inc.和Vero2 黄仁勋一周套现9500万美元英伟打股票 其他芯片企业CEO也在抛自家股 各大芯片股高管今年套现金额大幅增加 其中黄仁勋抛售最多 文件显示 黄仁勋一周减持72万股 套现9460万美元 2025年3月前 美国WTI原油周一收高1.1% 中东紧张局势令油价得到提振 25日凌晨 美国WTI原油期货周一收高1.1% 有迹象表明美国汽油需求增强 且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再次爆发 使原油价格得到支撑 尾盘 美股涨跌不已英伟达脱雷纳指走低 25日凌晨 美股周一尾盘走势分化 道指上涨280点 纳指走低 英伟达连续第三日大跌 市值跌破3万亿美元 本周市场重点关注美联储首选的通胀指标PCA数据 旧金山联储行长警告劳动力市场逼近拐点存在失业率上升风险 旧金山联储行长Mary Daily警告 美国劳动力市场正接近拐点 进一步放缓可能意味着失业率上升 今年拥有货币政策投票权的Daily表示 美国银行 未来金价有望触及3000美元 美国银行分析师预测 金价可能会飙升 预计在未来12至18个月内达到3000美元盎司 然而 他们承认目前的市场流动并不一定支持这一价格目标 强势美元在来袭亚洲货币攻防战 在美元指数强势回升的压力下 亚洲主要货币汇率再度面临贬值挑战 截至6月24日17时 境外离岸市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徘徊在7.2868附近 盘中一度跌至年内低点7.2936 逼近期 空客下调全年飞机交付指引特定供应链出现问题 空客下调全年飞机交付指引 预计本财年商业飞机交付量为770架 之前的预计为800架 预计全年调整后EBIT大约为55亿欧元 上半年计提大约9亿欧元费用 英伟达市值三天内蒸发于4000亿美元股价进入回调区域 英伟达股价周一下跌 这家专注于人工智能的芯片制造商在近期持续被大幅抛售后正在进入回调区域 该股卖向三连跌 三个交易日来已累计下跌12% 俄罗斯警告美国 报复措施会随之而来 据俄罗斯卫星社6月24日报道 俄罗斯外交部24日称 美国与基辅方面对塞瓦斯托波尔平民遭受的导弹袭击负有同等责任 报复措施肯定会随之而来 比特币基金创ETF获批以来最大两周资金流出规模 比特币投资产品连续第二周资金流出规模约6亿美元 这是自美国1月份批准比特币交易所交易基金以来的最大两周流出规模 欧盟计划在下半年发行650亿欧元债券 根据一份声明 欧盟计划在2024年下半年发行650亿欧元的债券 低于上半年的750亿欧元 声明公布前 德商银行分析师Rainer Gunderman表示 五盘 美股涨跌不易英伟达市值跌破3万亿美元 25日凌晨 美股周一五盘涨跌不易 道指上涨约340点 英伟达连续第三日大跌 市值跌破3万亿美元 本周市场重点关注美联储首选的通胀指标PCE数据 Moellis一位银行家辞职此前被拍摄到在街头殴打女子 投行Moellis U.M. Co.的高级银行家Jonathan K.已经辞职 此前网上一段被广泛传播的显示他在布鲁克林殴打一名女子 中国驻韩大使赴电池厂火灾现场协调遇难中国同胞善后等工作 6月24日深夜 中国驻韩国大使邢海明赶赴韩国经济道华城市电池工厂火灾现场 实地了解事故情况 搜救进展 善后安排 并听取韩政府和消防部门有关介绍 Shine秘密提交文件向伦敦IPO迈进一步 知情人士透露 在线时装零售商Shine向英国当局秘密提交了可能在伦敦上市的文件 知情人士称Shine启动首次公开发行的时间尚不清楚 欧股主要指数收盘谱涨欧洲斯托克50指数涨0.84% 德国DEX30指数涨0.8% 英国富时100指涨0.56% 法国CAC40指数涨1.03% 欧洲斯托克50指数涨0.84% Bobby Jane新基金募资53亿美元为2018年以来推出的最大对冲基金 Bobby Jane新的多策略对冲基金获得53亿美元的认购 创下Exodus Point Capital Management成立以来最大募资记录 据知情人士透露 Jane Global将于7月1日开始交易 美财长耶伦宣布提供1亿美元的经济试用房基金旨在助力拜登竞选 美国财政部长珍伊特·耶伦周一公布了一系列支持住房发展的新融资计划 其中包括专门用于经济试用房的1亿美元基金 法国央行行长虽然宣布提前选举引发抛售但法国银行业依旧稳健 法国央行行长François Villaroy de Guelho称 尽管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提前选举时引发了投资者抛售 但法国银行业依然稳健 耶伦宣布设立1亿美元的经济试用房基金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推出了一系列支持新住房开发的融资计划 其中包括一个1亿美元的经济试用房基金 本周美国拜登将与前总统特朗普就2024年总统大选展开首场辩论 芯片股走低超微电脑跌超6% 智通财经获悉 周一超微电脑 SMCIUS股价跟随芯片板块走低 截至发稿 该股跌超6% 保845美元 台积电 DSMUS跌2.7% 高通 QCOMUS跌超3.3% 博通 AVGOUUS跌近2% 德银等多家银行启动34亿欧元债务销售 以支持Signal Communication收购沃达峰西班牙 德益智银行等多家银行启动34亿欧元 折合37亿美元规模的债务销售 以支持Signal Communication收购欧洲电信巨头沃达峰旗下西班牙业务的交易 周一早间比特币下跌于4%回落至6万美元附近 24日晚 周一比特币继续下跌并接近6万美元美元 根据Coinmetrics的数据 美东时间周一早间 作为旗舰加密货币的比特币价格下跌了4%以上 降至61211.00美元 英伟达跌超6%总市值跌破3万亿美元 英伟达连续三个交易日股价走低 目前跌幅扩大至6.19% 报118.74美元 总市值2.92万亿美元 上周二开盘 英伟达市值一度突破3.4万亿美元 登顶全球第一 韩国移电池厂起火已至19名中国公民遇难 员工多来自东北朝鲜族 涉事电池厂的工人大多是来自中国东北的朝鲜族女性 年纪多在30岁到40岁之间 新京报训当地时间6月24日上午 韩国京基到华城市移电池厂发生火灾 威士顿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毛宇忠被实施留置 近日收到洛宁县监察委员会签发的留置通知书 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毛宇忠被实施留置 公司集子公司生产经营管理情况正常 纳斯达克生物科技指数涨超2% 心脏病疗法概念股 Onalem涨约34%领跑 格隆会6月24日Onalem Pharmaceuticals Inc. ALNY涨超33.7% 至少创2022年8月份以来最大盘中涨幅 该公司针对ADDR心脏病恶化和致人死亡方面的疗法 Vutra